大家看昨天在路边捡到一堆大宝贝 这一颗就是虎鼻蓝 这颗虎鼻蓝就是被冻害冻伤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叶片已经被冻坏 还有一些根部的地方也被冻坏了 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被丢弃了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只需要简单处理一下 就可以让它快速成活 首先是把这个根部清理干净 大家看到没有 昨天已经被我清洗的干干净净 这个根部全部清理干净了 还有这些小根也全部给它修剪掉 因为这些小根已经被积水凹烂了 还有这些腐烂的叶片也要把它切掉 像这种全部把它切掉 切下来不要 还有一些像这种叶片 有一半是健康的 那么我们只要把它切一半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把这个腐烂的一部分给它切下来 接下来还有一步最关键的 就是给它进行根系杀菌杀毒 用上这种二霉灵 因为这种二霉灵 它不单可以进行涂养杀菌杀毒 同时它又可以对根部杀菌杀毒 还有它是一种内丝型的 根部杀菌它会吸收到叶片上面 能让叶片里面的一些病菌 可以得到很有效的控制 我们取消把这个处理好的虎鼻烂 把它放进来浸泡就给了 这样就基本处理完成了 接下来给它浸泡一两个小时之后 就直接重新给它上粉就OK了 如果说大家的虎鼻烂 过完冬天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不要丢 这样处理就OK 好了 我们下期见